我們現在已經量測好了 這裡是510 我們可以先 這個厚度我們先定20好了 我們就畫一個20 要往這邊記住要利用旋轉的 角度去幫我們控制縮放 再過來 到這邊 往上 這個長度我們先上去一點 比如用800 這沒關係,等一下我們都還可以刪減或是增加 我們現在是要做這個門 老師都量好了 比如這裡 510 空 130 我們就開始畫 輸入510 不對 不對 找一下 510 510是這個 對不起 算錯了 這裡老師沒有 等一下我這邊再量測一下 沒有量這裡的尺寸 350 350 好,有了 再往上 看一下 好,像這裡是21加229 所以是250 好,這樣250 好,這邊是130 好,記住我們用直線工具一定要有藍色,綠色,紅色的線 這樣畫出來才是垂直的 這樣畫出來才是垂直的 好,把它縮進去 OK 再來換這一個 這裡沒有留到 這裡尺寸是320 高是100 高100 好,再畫過來 好,再畫過來 好 這裡長度沒有留 到這裡 到這裡 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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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到這邊 600 好 你看 讓600 畫過去 好,把它消掉 好,所以這裡就做出來了 好,再來我們先來做這個門 好 門這有個高20 這裡寬 23 好 記住我們不要讓跟這個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把它 轉成元件 好 好 再來 一樣 好 這凸出來 多少 算一下 130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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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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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8 5 3 2 4 5 所以我們先把它畫過來,沒關係 好了,我們現在來設門框 門框厚度130 我直接用這個,再做它這個雨遮 好,一樣,我先把它轉成元件 用電力 我們在移動的時候,最好也有那個紅色的線 有時候,因為它會對齊這邊 運用的小技巧,底下沒有東西 對不對,我們變成-200 它就上去了,不夠高,對不對 這個太長了對不對 好,太長,記住喔 好,我們這是轉成元件之後複製的 所以你要注意到一點,要把它設定成為1 好,這樣子才不會 各位,我現在改這個,下面也跟著改 好,我把 對不起 我把往內縮 好 好,這個雨遮就這樣 好,我雨遮有做一個倒角,有沒有 好,我們把它做一個倒角 好,把它往下 好,再多做一個 可是我們要多做出一個面 所以要Ctrl鍵點一下 好,它才會多一個面 有沒有 好,它這其實是兩個面 好,再用這個縮放 好,記住 指定這一個面 指定這一個面 按縮放 縮放的時候,譬如我們這裡一個倒角 再來,這邊一個倒角 好,可是這邊就要大概記一下0.9 好,再來換這一邊 好,要這一個,這一邊 0.9 這樣子才會對稱 好,所以上面的雨遮就做出來了 好,再來 好,再來 這個有時候我們現在要做這中間這一個 好,這邊 會遮住 所以我們先把它暫時隱藏起來 好,等一下再把它 顯示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門 好,門做好了對不對 好,一樣再用這個偏離公斤 好 好 再來我們這要畫一個 34 隔34 所以我們這裡隔34 好,這裡就會多一個點 好 剛才我們這裡沒有記 沒關係 目測一下 最好做出來都是差不多大小 這樣會比較好 這裡把它剪掉 delete 掉 好 這個也把它delete 掉 先 好 這個門要往裡面 我們厚度是 那個 這個 這個牆是 20 可是不要跟牆一樣 我們只用15就好 15之後 一樣把它轉成元件 好 往後 我們就把它往後5 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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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來講門框應該不會跟 這個 那個 這個 牆壁一樣 好了 之後我們再來做這個 好 這一塊 好 這一塊是100 所以我們 直接跟它連在一起好了 這個直接連在一起 這個結構不要 好 所以我就是在這裡 一樣 我讓它再長出一塊 好 一樣就點一下 好 這個厚度好像是20 好了之後 我就可以選擇這一塊 讓它突出來 好像是40 你們自己再量一下 好了之後我這要倒圓角 倒圓角要怎麼倒 來 最好是這樣子 好 我可以用這個 工具 捲齒工具 讓它加點 這是我這邊 過去 25 要加一個點 它就會幫我加一個點 有沒有 這邊 25 加一個點 好 因為我們再來要用這個 好 畫 圓弧工具 好 這樣子畫出來 它會自動幫我們畫一個 有沒有 好 我稍微 正常會有條紅線 紅線就是切圓的意思 找不出切圓 好 好 大概用測一下 OK了 直接這樣子就可以畫這個切圓 這邊也一樣 好 另外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是這樣子 用這個 25 剛才是25 再往裡面 25 所以這裡就一個圓 點了 我就可以直接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 把這個線查掉 好 好 這樣子也可以畫切圓 好 收下來 有沒有 好了之後 記住 好 這個線有時候我們要看不到 好 這個不要了 好 選到它 很難選 很難選 好 用拖拉的 好 這個線跟這個線 有時候我們在做造型的時候 這圓弧的東西不會有這個線 點右鍵有一個柔畫 柔畫 好 就不見了 這個不用去調 有沒有 好 這樣子這個 基本上就做出來了 今天先做到這邊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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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